早安,我是Thor, 今天有几个消息要跟大家讲 首先第一个就是追加最近的问答 昨天的问答来到这里对落,所以今天只有两个新 第一个,其实昨天也有提及过的就是蝎族的技能 到底可不可以改善它们的游戏效能 官方的答案就是它们已经用Dynamic Calling去修正了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会用到蝎族的话 就要记得在游戏选项里开启Dynamic Calling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有人问,到底甲虫是否分不同的稀有度呢? 而且是否打白桃就是最有效率去插甲虫呢? 官方的答案就说某程度上是 不过有一些甲虫只会在高的怪物等级地区才会掉落 然后下一个消息就是追加Patch Note的部分 首先,魔眼的字眼就有一个小小的改动 但是实质上的影响都挺大的 原本就是根据你当前没有被保留的魔力的5% 就会增加成为这个魔力的消耗 但今天根据之后,这一部分就变成了 它会根据5%你没有被保留的最大魔力增加成为魔力消耗 而且在昨天的问答里面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增加就是增加到基础的消耗 也就是说这5%没有被保留最大的魔力 会根据其他辅助宝石的倍数再承大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The Fire Compass 偵查者的罗盘他们现在在3.24登入之后就会立即被移除了 然后下一个就是游戏体验的改善 之前的官方连点,即是按住控制和阻塞 可以不停使用烈键石、弓杖石和品质的通货功能 现在也可以套用到后悔石和撤销石之上 而下一部分就是今季赛季的挑战奖励了 在这里就看着影片解释给你们听到底他们的奖励有什么特别 只要你完成了16挑战之后就会解锁了整套装备的第一阶级 去到24挑战的时候就会解锁了整个装备的第二阶级 去到32挑战的时候就会解锁了整套装备的第三阶级 最后去到38挑战的时候就会解锁了所有装备的第四阶级 除了这整套外观装备之外 由19挑战开始一路到第40挑战为止 当中你也会一路跌高金贵的图腾 解到40最顶也会有一只鹰 而且这套外观每一个部位都有些特别 对鞋就会记录你在这一季里交易了多少次 而至于这套外观的手套的特效 就是当你扔垃圾到地上的时候 它们真的变成一件一件的垃圾 而至于这三的特效就是当你和玩家交易完之后 那个玩家头顶就会有一大堆垃圾 又或者有些怪物尸体的身体部分 从天而降临到他们身上 最后就是顶没有的特效就是当你和玩家交易的时候 就会改变了你自己和他的交易界面 而去到最后一个消息就是和我的师傅有关 在这里就有几样东西想说 因为报名那里依然有人在这里报了名 但是没有在我的Discord留下他的ID 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接受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回到我的Discord里面 在PoE区下面这个位置 你就会见到报名和常见问题 进来这个位置之后 你就可以像其他人那样留下你PoE的ID 我才会接受你的申请 而且这个师傅即使在开季之后也会接受报名 如果你想之后才加入的话 你只要做同一个步骤 我就会接受你的申请了 同时也再次强调一下 人数上限不需要利回 因为只要付钱就可以不停加上限了 除此之外也有些方便交流的东西想说一说 第一就是我们会使用 Chaitray46451korean这个交易频道 作为聊天和交易频道 由于总人口并不是太多 我相信不会太乱 这个做法也令到你可以在原本的世界的频道里 继续和其他不是在玩这个舒服的玩家进行交流 然后另一件事就是和交易有关 在这个伺服里面 因为有官方交易网站的支援 所以你也可以像平时那样 将一些物品陈列又或者进行搜寻或者买卖 如果你有些物品你觉得是有用想赠送给人的话 但是你不知道应该赠送给谁的话 你就可以将它的价格设置为852c 这样大家就可以在交易网站里面搜寻 价值852c的物品 方便大家找到一些免费赠送的物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嘴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PoE里面打斜Global 852c 就可以加入香港人的公盘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